时间均为10分钟 第二轮则不分委员会 依议员登记顺序咨询 该委员会议员之咨询时间为10分钟 非该委员会议员咨询时间为5分钟 如该委员会议员于第二轮咨询中才到场 主席应让该议员优先于下一位咨询 时间为10分钟 第三轮以后依登记顺序 每一位议员咨询时间均为10分钟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请民政局陈仲彦局长 做业务报告后再进行咨询 询问在场王俊台议员蔡玉辉有没有意见 没有好 那现在就请民政局局长陈仲彦做业务报告 那并且麻烦局长 这个会期之前如果有区长异动的 那我们37区的区长都跟上一个会期都一样 没有做任何的异动 那局里面本局的这个各业务主管的部分也是一样 所以就容我不再做介绍 那我们就进行本局的工作报告 那这次工作报告的这个内容的部分都是在上个会期到这个会期之间 所做的一些数字的统计资料 如果是有关于数字统计资料的部分都是在这个会期之间的这个统计的部分 以上先跟大会做说明 那我们会分成几个部分来跟大家做 首先是就自治行政业务的部分 那我们第一个是有关于环境绿美化的空地管理维护 这个部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琢磨非常深 也积极在做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也在去年的年底全市呢做过全部的这个清查 那随机会去做更动就随时做管理 那资料的比数呢随时会做一些异动 那总计在104年8月1号一直到今年的这个8月31号为止 各区新增的任养空地有74笔土地面积有7.56的部分 那也从中间呢有一些是做绿美化 停车场跟运动场 还有一些公益性的这个场地的设施 那第二个是有关于调解业务的部分 那我们自从设立这个调解业务的这个案件申请平台之后 那我们截至到8月底为止 那我们总共在透过网路来做申请 就不用再到这个各区区公所 再办理这个调解业务的申请 可以方便民众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总共申请的部分有412笔 那车祸案件的申请有974笔 总共有1386笔的这个申请案件 那第三个是有关于调解案件的这个达成的部分 那我们截至这个在3月到8月为止 那总共申请的案件有4400这个依实件 那完成的达成调解的案件有3480笔 那总达成率是这个调解成立的比例是79% 另外呢也提供民众法律服务的这个咨询的内容 那第三个是有关于里活动中心的活化再利用 那我们也建立这个网站的平台网路的平台 让民众方便可以进入到这个网路平台里面去了解 各活动中心的相关的申请活动的内容 那我们也在办理105年度的里活动中心的市民学院的这个课程 那我们也包含了这些课程里面从过去传统的舞蹈歌唱 手工艺技术等等 那我们在这两年呢也配合台湾市这个英语为第二官方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们也办理国际语言的学习课程 跟地方课设的课程 总计有101班 那报名的学员人数呢总共有2550名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在明年度来积极辅导 在活动中心营运比较这个活动欠缺的部分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做辅导 那如果活动中心已经办理的已经很成熟的部分 未来我们在这个项目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他能自己再继续去推动跟营运 另外有关于我们在和平升格之后 每一年我们会办理的这个活动中心艺术纪的部分 我们今年也是持续的办理 另外是落实基层建设工作的部分 我们在今年度也一样是协助各区各里 来改善地方的一些基层工作跟小型工程 那也包括各区的办公厅设的修缮 里的广播系统的这个改善跟这个修复的部分 那总计呢我们完成了140件 那也这个协助活动中心的新建修缮等等 那总计所有合计起来呢总共有146件 第二大项是有关于区里行政的部分 那我们为了要提升工所的行政效能的部分 我们也办理各项的这个业务的考察跟访查的部分 那也办理了这个有关于像災害防救业务的考评 那也办理了这个有关于基层伦理建设 这个项目的这个访试的部分 那另外呢也加强在防災的部分 我们也办理民政災情查报通报及疏散撤离的这个研席 来加强各区聚工所在防災业务上面的这个效能的提升 第二个是加强地方建设的沟通 那我们今年的区里座坛的这个时间呢 提早到今年的3月3号到5月11号来办理18场次 那今年的这个区里座坛的部分 我们以这个让市民跟各里的里长更清楚 更得乐防疫的这个概念 所以在以这个区里座坛的部分 我们今年就以这样的一个主题 来跟各区里来做一些业务上的一个沟通跟处理 那另外也持续办理这个区长会议 那我们在3月1号到8月31号呢 也办理了三个场次 那在区长会议上面 区长也反映了地方的一些业务跟提案来做解决 另外有关于这个里民大会的部分 那因为时代的改变 所以里民大会的这个需求 现在有需要办理 或实际上需要来办理里民大会的这个礼别 越来越少 那其实今年呢 3月1号到8月31号呢 只办理了三次 三场次的这个里民大会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有关于各项里长跟林长的福利发放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里林长 在地方的基层来做工作跟服务 我们也为了要来 对他们有一些这个慰问跟福利的部分来做处理 那有关于林长死亡的慰问金的发放 总共发放了134件 那有关于里长福利付助金的补助事宜的部分有60件 另外在推动这个第二官方语的部分呢 我们也配合整个市府在第二官方语这个政策上面呢 我们也辅导37区区公所办理英语的广播 双语的影片及推动区公所在第二官方语的这个语言上面 那第三个大项的部分是有关于宗教礼俗业务的部分 那第一个是有关于这个推动宗教活动的优质化的部分 我们现在每年执行完之后到年底都会再做一次这个跨局处的业务的检讨 那有最具成效的部分我要让议会也清楚知道 就是我们在这实施的三年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在国中会考都是具体呈现出来 最清楚可以感受得到这个中央业务值化推动的成效 那像今年的国中会考的部分 那这个麻豆的考区就临近这个麻豆戴天湖 那过去只要周六周日麻豆戴天湖都有非常多的进香团 那在国中会考的那两天的时间呢 也刚好有168团的这个进香团到这个麻豆戴天湖 那我们也跟庙方跟区公所共同大家的努力之下呢 也劝阻了这个168团都没有做鞭炮的栏放 那也让我们的考生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这个非常安静的这个环境下 这个来考试 那一周前的这个大学入学测验的这个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的部分呢 我们也在四个区公所大家一起努力之下 让四个考场的周遭都维持这个临近的状况 让考生可以在那两个小时 音语听力测验的这个时间呢 可以达到临近的部分 那有关于这个庙方的配合的部分也非常的协助 所以像北区的新济公也最近也完成了这个全程绕境 不然放鞭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教的活动 所以在各庙方的积极协助 跟配合这样的一个政策下 我相信台湾市的这个宗教活动会越来越优质 也会得到这个市民对宗教团体的这个掌声 那有关于本 第二个是办理本市的礼俗活动的部分 那我们也持续在这个村 有关于瑶记革命先列症王将士的这个春祭的祭典 我们一旬在3月29号分别在南区忠烈池 新化忠烈池 还有这个永康忠灵塔 来办理这个春祭的祭典 另外是在这个每年的七夕的前夕 我们会办理台湾市的这个16岁的成年里的活动 那也在这个办理对于宗教团体 基欧的宗教团体的表扬的部分 我们已经依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来做完成 另外是办理这个卓越市民的表扬的部分 那我们在最近有一位这个安南区海东国小已故的志工 这个是一个默默在地方来做事 那我们也发现她是她的善举其实都不为人知 那其实她是值得表扬的一个卓越市民 那其他还有很多在各方面的领域都得到非常杰出的 包括在艺术 包括在文化 包括在体育方面 也通过的这个卓越市民的这个合班 那另外我们也预计在今年11月5号 会办理这个本市今年度的集团结婚 也是得到齐美博物馆大家一起的合作 会在这个齐美博物馆前面来办理 那第四大项有关于生命事业的业务的部分 第一个是公园公墓的签葬及公墓的这个绿 公墓来公园绿美化的部分 那我们在官庙的这个今年持续办理官庙第一公墓 后甲公墓 还有包括这个仁德这个公墓的部分 还有雪甲 第四公墓 麻豆 第四 及林子林这个公墓的等等 办理持续的签葬的部分 也有在对南山公墓 新门路口跟新都路口 也办理这个签葬的作业 这些我们都是持续来就各区 环境改造的部分 来积极办理这个公墓签葬 那也希望改造这个空间 让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活品质 跟居住的环境可以有所改善 另外有关于这个新殡葬文化的部分 我们在大内生命纪念园区所办理的这个植葬专区 我们在今年的3月1号到8月31号呢 也已经有148位来做这个植葬的安葬 那整个园区从这个开设到现在 已经接近600位的这个仙人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那也表示这个在这样的用植葬的方式 其实在整个传统的礼俗的台湾市里面呢 也已经逐渐的接受很多的民众跟家属的认同 那我们也对于这个 从两年前我们开始开办公私立殡葬设施的评件 那每两年会评件一次 那今年我们也继续来办理这个 有关于殡葬业的这个评件 那总共有参与这个评件的加速呢 总共有75架 设施的评件有35处 公立的有24处 私立的有11处 那我们已经在这个8月底完成整个评件 那在近期我们会公布这个相关评件的结果 那这些评件的结果我们都会公布到网站上 让民众可以去清除 另外在宾馆所也都可以看到这个评件的这个内容 那第五大项是有关于这个护证业务的部分 那我们这个有关于生育奖励金 我们还是持续在办理中 那我们在今年这个到8月31号为止 是总共合发了7,085件的这个生育奖励金 那另外是护照清办的部分 这个已经是可以达到对于我们台湾市的市民要办理护照 最直接的服务 只要他到我们各区的护证事务所 办理这个人别辨识之后 他就可以将这个人别辨识的这个 这个证明书呢提供给旅行业者 他就可以去帮他办第一次的护照 就不需要清办 因为护照现在必须要自己本人到这个陆出境管理局去办这个护照 那经过我们这样子全市的推动 人别辨识的部分呢提供了这样 以今年的到8月31号为止 总共就服务了27,669件 对台湾市市民的服务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有关于对于这个外籍配偶的规划的测试呢 我们也总共办理了43件 那另外是有关于我们在这个像 这个照顾弱势族群或是社会福利的救助的部分呢 我们总共受理了4080件 那减免的费用总共有95800件 这个都是我们提供 让我们的市民在申办各项的福利措施的时候 他可以免于这样子奔波 那我们直接来做相关的业务 行政的这个协助来做处理 另外我们也办理了这个14岁的这个 国民身份证的办理呢 我们是直接到校服务 用行政协助的方式 来也办理了这个跨区就读的学生 出领这个国民身份证 那截至这个8月31日为止 我们总共到学校去 就14岁的这个学子来办理 出领国民身份证的部分 总共完成了8190件 那跨区行政协助的部分的这些国中生呢 我们也办理了153件 这是 第六大项是有关于 兵役政业务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两年我们也持续办理 艺南的这个 这个相关座谈的服务 来协助艺南 可以他在征集入伍之前呢 来了解军中或是在服役期间 他的这个相关的作为 所以我们就直接走到校园 我们也跟远东科大 中华科大 来分别办理全市艺南的这个座谈会 然后让他们熟悉提早 来了解 有关于服役 服役期间 他的相关的权益的措施 那有关于在今年度是做86年次的 这个征兵艺南的兵役调查 我们总共 兵役调查人数是 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位 那 现在的艺南的部分 在83年次 是一个这个临界的临界点 那83年次之后的 已经是改为这个四个月的服役 83年次之前呢 还是维持救治的服役制度 另外就有关于这个征兵的 体位调查的部分 我们也完成了5680位 那也完成了各项的这个 艺南的军总抽签的部分 有6508位 那另外是有关于我们在 今年度的军民联合这个 防空演习的部分 也就是万安39号演习 我们也在4月21号的下午1点半 到2点实施 那也这个成绩获得中央的肯定 我们获得优等的这个来肯定 另外就一般行政业务的部分 来做这个报告 我们也持续办理了相关 有关于对关怀独居老人及环境协助等等 也做了这个关怀弱势族群跟暑期活动的这个活动 另外最后跟大会来做说明的是 有关于我们在艺南的业务上面呢 我们替代艺艺艺的部分呢 我们本市是争取了这个 艺政署全力的协助 我们在三年前也推办了这个 社造替代艺的部分 那目前我们在各区 总共有这个 时区来推动社造替代艺 那也在各个区里来办理 那也非常多的这个成效 那目前有做社造替代艺的持续 现在在办理中的 包括有沿水、东山、新化、西港 中西区、北门、白河等等 那都有做这个社造替代艺的推动 来协助地方社区、区里、里的部分 村里的部分 来积极推动社造改造 那这个内容上面 除了这个环境改造以外 也有跟这个地方的产业结合 也跟 也有跟这个地方 长期推动的这个老人关怀的部分 有所结合 所以 内容跟这个项目非常的多样 那也是这个是我们台湾市 在这个替代艺的这个业务上面 有别于其他县市的部分 那以上为民政局的工作报告 请大会候叫 谢谢 好 谢谢局长 那接下来 开始我们本会各位议员先进的业务咨询 请按灯 首先请蔡玉会议员 机长 provider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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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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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市長 說要退選我 我想說不定 變成第二次議長 六選頭騎第一 這樣講的時候 也可以下一個 結果都沒有機會 最近 市長去新北市 你請多人 新北市到台北市 去拜廟 很多台南市的廟跟我說 2006我有觀看 都沒有來幫我寫 先走去台北市 新北市 我來寫一個 我跟他剛才寫 我來寫一個 他今天不聽話 你再給我轉答一個 我這樣寫 賴神 謝神 求總統 新明知識 再等等 頂關聯什麼 這樣人外 欠福運 意思是說 副委好 已經說得意要總統集運 你不知道相信不相信 人家會民調 72.9 沒有人動 我也怕一下 我記得說應該 我們熱市長在台南市 民調很好 屬實 副市民調 不錯 我不敢說他做嫁 因為 我沒辦法證明他做嫁 可是交付會的關聯 我感覺 我的感覺 我經常指個禮 我有時候 祖球在比賽 各縣市 無分政黨 打成一片 以酒會有 我有時候去高雄市問 有時候去民進黨集團 台中市問 欸 您市長對人 好嗎 什麼 可不可以 心意算 會對人好嗎 好 拜託給我請吃飯 我感覺 我感覺 市長和議會和 甩我們就不甩我們 這個我是感覺 一個小姐 問題 他沒辦法處理 我是感覺 很壓力 很納悶 一個要求他 說 如果我送各自然區 想要刷一人鐵 一個防護稅調長 我跟我平日的地位 再應付一個 說一個料 市長總指釋 沒問題 結果每次議會就差到 我感覺 我努力 中央調地要害死 我感覺 沒有這個事情 這麼簡單 欸 台南官 台南市 這些議員 這麼先用 沒有屋子 你去新北市台北市 看看 那些四五萬票 當選一個議員 他們可以幫我們市長 沒有市長總報告 他可以就走 我的保證不可能 跟議長 不管怎樣都會做 這是憲政 體制之下 行政力 分裂的精神 他怕議員 跟我們問什麼 他也不做什麼 賺錢 所以 你 要注意我們議長 可能稍微幫你拐 他很猶豫 他也會 他其實很強 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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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宗教裡頭 有這廟的什麼 你怎麼知道 我們別有管控給我們0206 台南市有幾間 你知道嗎 我們市長有去跟他們倒閉嗎 有耶 每間都去 是去那拜是不是 倒閉要說清楚 我報紙都有在看的喔 有在調的喔 0206也有去跟 倒閉說他跟我們 台南市民因為違反 還是很多人 老闆去人騷擾他 倒閉 我們有辦理那個公開的那個 那個 對啦 我的意思是說像台北市這樣 去跟他拜拜 倒閉啦 不是公開啦 有沒有啦 旗六如果私底下去的話 我們這部分可能沒有掌握得很清楚 對啦 就是很多廟室在告訴我 真的 你怎麼知道這北京廟室 在市長那間 有跟我們台南市管法沒有 你怎麼知道 那個專部 專台灣 還有宗教團體 不是跟那廟室而已 就是所有的宗教團體 有對0206管法 我知道啦 這人你不要把他轉人隊去 我現在是說 如果有我這樣 我們有一間去幫他倒閉 沒有這樣啦 回應議員關心的部門 跟議員做一個比較完整 你最會辦 最會辦 我知道啦 市長的全都會去感謝 不是跟那台北市 每間都會怕得到 都會去怕得到 阿你百貫是生啦 宗教團體都會去嘛 對啦 理想是說 新北京台北市 我們是去走 因為進行我們台南市的部門 全部都有啦 這手錄資料 這管理很多 他都會去 市長都會怕頭頭 對 都會去 喔 這樣真的要選總統喔 沒有啦 全國廟室團體都會去嘛 市長是純粹 市長是去 賺0206的部分 因為 我們所有對我們台南市的關心 我現在問你 是說 0206全都有跟我們台南市管理 市長每間都走得到 你跟剛才說 他們是怎麼 都會去 喔 你就要選總統 不是 跟全國走到哪 跟選舉完全無關 純粹是賺0206 因為 市長有感受到 我們所有的總統團體 為我們的關心 所以 他用這樣 照樣的機會 沒關係啦 你今天就說 市長會去 每個人走到哪 選舉無關 是 我剛才跟我們 市長說 大家服務會好 不要讓我們覺得市長吃百多 吼 和議員在這順 我感覺他做會入議員 有些 有些 管制的議員在跟他講 你們市長 議員總結束 怎麼跟你們議員結束呢 這點你回來講 不能這樣 這樣就會犯犯大錯 我市長跟他結束 還要回家結束 很多議員都叫我 不會結束呢 說這個就不能經 沒有人要去經 有些人要去經 有些人要去挖一個市長 會啦 議員啊 就議題來 對啦 也議題 不然我講我 我講我 都別人說 很多人 我都沒有講 我在這裡市長 就跟我說 你違法 我要跟自己說 我都沒有講 因為我站在路邊 全部路邊都說市長會 市長就議員 我沒有問啊 他都會請假名來回應 放在那裡看 我沒有問 他就跟我說 你帶他去做違法 我要跟他講 聽 這樣不是緣主信 他站在路邊 我四個 不是違法你 違法國立黨 他才忘記說 他自己違法 你自己 有的政党人站在路邊 他希望你跟他講違法 我沒有問 這樣不是緣主信 不行 我是跟你建議 我是為了你 他做總統 你不一定去做 總統府秘書長 因為 什麼事情都在處理 政黨的協商 你們在選舉 我都看到你 所以我 為了你的政党跟你說 因為我我總之選 所以我跟你建議 說你死的手法 台中 為了你要總統府秘書長 你回到那裡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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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不是說我 大清朝要怎麼樣 總之什麼議員 請問 我感到 課長姐 我感到他絕對靠運 他由 全台灣的行政委 大清朝是一個 真百多 不說發責的議長 會議長 我的感覺 不一定你覺得說 議長我們做的漏漏過 我們是很難的 這個人 我們這是很難的 我們議長是未來 某總統大會的人 他說我們這孩子 走我們死路在街角 他沒有聰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他 市長報告會怕什麼 然後做 什麼 什麼事情 為我呢 讓議員跟我們說 先報告一個 這樣不行 我就看不見了 然後叫我們協商 就問我們說 市長 讓市長報告好嗎 我沒有啦 那兩個人先報告 然後這個協商 跟議員說 議員都同意 用口頭報告 那是這三個政府 黑白什麼事文庫 這三個政府 市長 我是 請 叫你不錯 才跟你建議 因為你要做必須長 不一定對我比較好 我去總統府 在參謀的時候 你不一定請說 來來 蔡英偉 我那時候可能不做完 來來裡面泡茶 我們以前不錯 你也都給我建議 那你 以前 廣州報告我也沒什麼來 沒什麼來 今天 我幾乎給你練一下 練到阿波 後來你會摸聽 不然你就不要聽 好不好 其他 我說的是 屬心的不是假的 我 很歡迎 我們議員對我們來 重點 我們 我們 廟宇的 有誘有的錢 寫一寫的 議長 去幫我們 幫我們寫一下 不要跟我們嚇新北 台北 人家說 說這樣 自己的不做 生意的不做 人家有意見 對不對 你說的 後來 我們在管 沒有比人家借 沒有比人家借 阿 人家百尉先拜 那無理吧 不過這人 我說的 你回答我 不一定市長 都會做安排 不一定市長有在聽 蔡英偉每天來 不知道你把我們眉毛 電視都有專補 像我一直說的 說什麼 垃圾散 我好漂亮 你做個局長 說 你在說對 市長不一定在聽 聽到 我覺得我對不錯 我來建議川總統 要主要四處 我們這個寬隊黨的說話 聽得絕對好 不然他旁邊人 大家都不敢說不好 那邊上個不敢 那邊那邊 那邊都市長 別說了 別說了 謝謝蔡議員 謝謝蔡議員 接下來請民政委員會 王家蓁議員 那個局長 蔡議員一直強調 她跟你交情不錯 那我跟你交情 好不好 我想過去當同事 一直到現在 我都不覺得有不好 你都不覺得有不好 對對對 但是現在局長 你算是對賴市長來講 是最關鍵性的愛將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是 整個團隊 我想市府是整個團隊 不不不不 我想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 貴府外面 在看貴府裡面的局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 局長擔任的角色是舉足輕重 而賴市長未來往哪裡去 大概怎麼選 第一人選 您大概就是跟著市長 前進新北或者前進台北的 最重要角色 剛剛蔡議會議員在講的 就是說全國各地 對於本市0206的關心 其實絕對不只是雙北 說不對 那是不是告訴我們一下 賴市長有沒有安排 其他的縣市也要去拜一下 像今天就到桃園跟新住 所以各縣市都 它所有的這個 因為在0206 其實真的是全國各縣市 都有宗教團體 對我們有捐助跟協助 那市長是抱著感恩的心 去到這些廟宇 宗教團體 那也涵蓋宗教團體 都會去 所以我剛剛想請教一下 規矩就是說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市長會一路一路敗 只要有對本市0206 這個捐獻的地方廟宇 這些信仰的中心 宗教團體 我們都要去 所謂的回個禮嘛 是不是 不只是廟宇 因為像昨天的話 也有一個這個教會的部分 市長也去感謝 就是所有的這些宗教團體 對我們有捐助跟協助的部分 我們都會去做感謝 我是想要請教一下 如果照您這樣講的話 是不是府內所有的一切 就交給嚴副市長就可以安了 就沒有事了 也就是說賴市長 如果他的重要行程 包括上一次議長 這邊錘子一敲 賴美會議員錘子一敲 讓市長就能夠離席 如果照這樣講 他重要的行程 是不是都在外縣市了 我們本市市內 就是讓嚴副市長到處去演講 到處去show off 他個人的一個風采 然後府內就沒有需要賴市長 親自做裁決 親自所謂 你知道我意思嗎 是不是這樣 市長還是以台南市政的這個為主 那他哪有那麼多時間 全國各地去拜廟 跟議員說明 謝 跟議員說明 市長整個行程的規劃 人情理數該有的 但是我們在這個圈子裡 也這麼多年了 台灣大小災難不斷 說實在話 賴清德市長的理數 周到道讓我們折舌 大小災難不斷 我們台灣人的愛心 各廟宇對於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一個發善心的捐款贊助 為什麼只有賴清德市長 需要這樣 我們沒有說不應該謝喔 這個人情 這個對我們台南人的幫贊 我們當然應該回禮 但是很奇特的是 全國到處有災情情之下 怎麼只有賴清德理數周到道這樣 讓他走到哪裡 大家就要懷疑 他是不是要來這邊 有什麼更進一步的政治動作了 這一點 你要請市長來示疑一下 否則的話我們台南鄉親搞不懂 現在的民調出來 賴市長又回去這麼漂亮的場面話 說他不會傷害台南人 可是我想別的台南人我不敢講 至少支持本席的也叫台南人 我們覺得賴清德在傷害我們 我們覺得賴清德置台南於不顧 到處趴趴趴 謝是台面上看到的 重點是他背後 他到底在盤算什麼 還有兩年 台南沒有事嗎 台南沒有問題嗎 市長還是以市政為重 所以整個行程的安排上 哪一個 哪一個市政首長 柯文哲有沒事全國各地來拜個廟 許許多多問題 全國對台北的關注 不會比全國對台南來的少 所以 許長 許長 我只是想表示的是說 你們包裝的如此這樣精美 但是你早晚都需要把那個包裝子拆開 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大家心知肚明嘛 何必要這樣講說 我們絕對不會傷害任何人 我們就覺得被傷害了 這麼早 還有兩年多 這麼好的一個說詞 到全國各地去 謝大家對台南人的幫助 台南市政如麻 那麼多案子 賴市長如果這樣隨時都可以走人的話 那乾脆請他直接辭職嘛 請嚴副市長來帶嘛 你也可以帶啊 你們都放得不得了啊 所以局長 當然這是本期的意見 可能貴黨的議員 貴黨從中央到地方都很樂意他到處去 反正蔡英文的民調也有夠爛 賴慶德趕快接手接位 局長 另外一個案子 今天可能我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問 但是我還是希望 你先給我一些訊息 來東區區公所 東區有沒有在 來 局長 局長 您先請坐 您先請坐 局長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什麼 他有看不到 那是你要靠近我 還是我要靠近你呢 來 來 局長 這個叫悠遊卡對不對 對不對 局長 這個叫悠遊卡對不對 來 局長 我們台南 這幾年 局長您先請坐 等一下我再跟您請教 這幾年 一直在 力推的一個卡 叫什麼卡 不會叫悠遊卡嗎 叫做什麼卡 我們力推市民卡 市民卡 你現在講得這麼好聽 叫做市民卡了 明明你在力推一卡通嘛 我想這個市民卡的部分 我們在議會裡面也說 做了非常詳細的說明 來 我們在 一卡通 這個 所謂的 要叫集團嗎 還是什麼 我們佔多少趴 台南市的分量佔多少 這個我並不清楚 因為那個實際 我們台南市有投資嘛 對不對 那個 採稅局那邊去做 我們有投資嘛 對不對 我知道了 是應該是佔了比例 投資是為了幫市庫增加財富嘛 對不對 並不是我們認為 我們要撩錢 我們要去投資嘛 投資是為市庫增加財富 所以一卡通的 我們應該是有看到 北部 從2000年做悠遊卡 到現在 成功的經驗 讓市民 人手一卡 一卡 有時候不夠 可能人手兩卡 來 局長你請坐 現場的 我們所有的相關單位 手中有 所謂的市民卡 市民卡的 給我拿出來 舉給我看 市民卡 你們是不是有 不要拿出來悠遊卡喔 拿出來高高的拿給我看 舉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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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卡 所謂的市民卡的 舉高一點給我看 局長 你自己當然有嘛 有沒有 你不要告訴我 你沒有喔 議員說明 剛好還好有帶過來 你有嘛 局長你沒有的話 就可以撞牆了嘛 對不對 好局長 你請坐 剛剛舉高一點給我看 來現場 有沒有上百位 24 6 8 10 12 14 大概14位 145位 如果我算不夠24 有沒有一半 局長 你請坐 我想請教一下 連你自己 最主要的單位 的一級主管 區公所的關鍵 都沒有 所謂的市民卡 表示 推了這麼幾年了 它的方便性 它的實用性 太差了嘛 今天你們自己都沒有 我 我要問的很多 議員 可不可以讓我一個比較 一段時間來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說明 讓議員了解好不好 你可以像 這個案子我們問了太多了 對 因為在議會裡面討論 麻煩主席給我一分鐘 不過我簡短 是不是可以請議員讓我 那你要主席扣掉你的時間 你跟主席還那麼熟 我先跟議員做一個簡短說明 其實 第一個我要先強調說 台灣的電子票證 目前在金管會合定的只有四家 那悠遊卡 一卡通 這個 7-11的iCash 還有遠東的 只有這四家 因為這個 所有的電子票證都必須是經過金管會的合定 這是第一個我要讓議員 第二個 當時我們在評選市民卡的這個廠家的時候 是全部公開 只要這四家符合金管會合定 因為台灣只有這四家 他們都可以來投標 那悠遊卡公司 我要特別強調一下 悠遊卡公司呢 在當時也有來詢問 那詢問完之後 他沒有來投標 這是第二個要強調 第三個 所有的悠遊卡跟一卡通 現在在所有的生活的使用上 其實現在都一樣了 之前可能一卡通剛推 所以他的比例上不一樣 第四個 我要特別強調的 優卡的民股的部分 現在他是一個民營化公司 所以他民股的部分比公股還多 那一卡通公司現在是 絕大部分是以公股為主 所以等於我們在使用上 我們回饋回來 等於還是到公兔去 等於還是以全民的利益為多 這個是 那最後一點我要跟議員說明說 我們當時在評選這個市民卡 全部都是以公開的方式 那也已經在議會裡面 討論了很多次 局長 我們也被移送到監察院到審計處去 我先要謝謝主席 主席也給你很完整的時間 讓你才答案 但是我希望能讓議員了解 我要問的重點就在於 你們當然要合乎 我們國家的相關法定法律 才能夠做這樣 所謂一卡通悠遊卡什麼之類的 但是重點是說在台南的生活形態來講 你們兩年了 市庫花那麼多精神 花那麼多我們的市庫的公款 去推這個一卡通也罷市民卡也罷 到目前為止叫做成效不髒嘛 你們自己人都只有十幾個 這邊有上百個都只有十幾個 這樣子的成效 你如何說服市民 還有很多問題我還沒有請教你 所以局長 這個案子是攸關我們日常生活 譬如說台北鄉親人手一張悠遊卡 我相信包括中央黨部的發言人邱莉莉議員 他去台北他不可能拿出一卡通 而不用悠遊卡嘛 對不對 一卡通在台北一樣可以使用 所以啊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台南鄉親不是更有意思嗎 為什麼我們台南推不動呢 是你們的責任還是我們台南人的責任呢 我要跟王議員說明一下 我想剛剛王議員 陳局長請坐 王議員不好意思 那個跟各位議員先進報告 因為為求大家在業務質詢的時候的完整性 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的延長 那本期會讓你們把事情 把要問的問題把它講完 那所以請控制麥克風的 沒有所謂的一分鐘延長 二分鐘延長 就是把他整個要業務質詢的部分 做一個適時的延長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請李文鎮議員發言 謝謝 那個德小主席 教長我請教你 現在我們台灣國 有幾個館市的保證事務所 已經都完成合併了 我所在 新北市冰東館 台東 都是已經完成合併的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李文鎮 我覺得李文鎮不用心 是啊 那個嘉義館 對 就查嘉義館 查在嘉義館 所以 你做一個局長 你念全國 做一個館市 人家已經來進行政府的一個 改極 單位的這個合併 李文鎮還不知道 所以 你想這些 你說的 平東 台東 新北市 高雄市 也有 還有嘉義 我們和稱說 我們台南市 我們是落都 我們是文化的收都 結果 你像我們這種 高雄市 高雄市 跟我們一樣 現在 推動中 你說 高雄市 高雄市 有哪有局部 有哪有合併 其實我跟議員說明 其實議員沒有了解 我們兩年前就開始推動 我跟議員說明 我們最具體的一個成效 跟議員沒有了解 但是我作這個機會 給議員 請測一下 因為我們一兩年前 我們開始先做 所有的株林的管控 因為合併後 第一波 就會影響到株林 所以我們在兩年前 把整個家園 研定好後 我們的主任 只要出缺 我們就不再補 所以現在 現在的家園 決定後 現在是三七個的 可數會變成十八個可數 目前我們現在 實際上還有二十幾位 三位 二十幾位的株林 所以定義是這個 這個 合併的這個家園 精兵的家園 開始推動的時候 還要有差四位主任 這個家園 我們已經是 夫人的小組 因為經過討論之後 已經是 應該是兩三個月前 已經簽合市長已經協定了 所以現在已經開始要推動 包括人員 整個組織 都會做一個條件 所以我們是 一個軟性的推動 我們在頭前 已經做主任的管控 所以是這個 家園 這個組織 通報告 這個全序部 核定下來之後 我們很快的 在明年 我們就可以來做 這個一步到位 也不會三星零圓的 衝擊 所以這行 我一定要讓議員了解 其實 我們早就開始做 而且是一個 很和緩的推動 可以順利 來完成整個症病的部分 局長 當然你現在這樣說 但是你如果 像說 台東 我們常在找人說 後山 屏東 家庭 這都是地方的管制 如果像你這樣說 我們就沒有一步到位 我給議員了解 因為我剛才有提起 我們按啥 這個核素 要變成十八核素 很不大的影響到 十九個主任 如果我們沒有 採用 這樣循序到位的方式 其實十九個主任 的出路 我們都要去做一個 對他們有交代的這個安排 是不是 所以 包括到組織 來部的條件 因為這 所有的組織的變革 也要經過 齊富 組織 該做小組 要通過 所以我們在這兩檔 是完全努力 這個方向 當時也做人員的關控 可以在 包括組織的這個條件 報告 全序部 設定後 一樣都可以一步到位 所以這項 一定要讓議員 來清楚了解這部分 局長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只要結論而已 當然這個是你來部的組織 很簡單 你如果像你這樣改歲的時候 讓其他的管齊 齁 齁 所以 你這個改歲 齁 你這個改歲 這個 政府我們自己來部 我們就要那個 你自己 這是你的事情 齁 齁 我只要說很簡單 人家的管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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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齁 齁 所以也要找一大堆理由 齁 齁 其實啦 這個 像說貨城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這個人口的分佈 是沒有平均嘛 齁 你像說有時候 我們在比較正確的地方 當時他一個故宮所 一個貨政事務所 有時候他的人口 他就悠寒嘛 齁 現在我們在辦這個 貨政啦 貨靠啦 貨靠啦 新聞政啦 這些業務啦 現在都是主身的時代嘛 電腦的時代嘛 齁 現在 我的了解就是說 啊 因為很少數的貪物 就要親身親主 才可以去辦以外嘛 不然大部分都也是 啊 這個不管你當一個 貨政事務所 都可以辦嘛 現在電腦都是連線的嘛 對不對 中國都可以跨區辦理啦 對啊 啊你應該啊 這個政府啊 我跟你說啦齁 全世界的這個公務人員 最多就是台灣啦 你說全世界還有找一個 啊 這個政府 說像 共和民國這麼多的公務人員 你說當一個 你說我聽看看 啦 所以啊 我們政府 我們就是要 趕緊去 做這些一個改革 趕緊把這些人員 可以做一個 優效的這個利用 你現在像說 我們的這個貨政所 齁 現在這個也很奇怪 齁 因為我們使用單位 來在 像說 這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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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說 喔 你英空人口 20幾萬 所以 這個人 就能比較多 也沒有 好 那 我跟他說 你說 你說 救人口 啦齁 因為救人口 這一問 沒辦法 你說 救人口 你如果叫這個林靠的比例 你如果說這個五千人的一個公所 你說那個英雄公所做二十萬人 那這樣不就要四十倍 確實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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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議員說明林靠舊的部分 今的貨索三十八貨索 我們有很多都是四個人的貨索 甚至有三個人的貨索 所以確實是叫 除了林靠以外土地面積 包括鹽毛的量 這都是這個組織邊庭的依固 所以要讓議員了解是照樣來做出力 因為這個 這個土匪區的時候 他的林靠就比較多 所以他的貨索就比較多 像說這個我們不懂 所以這個局長 因為我的了解 我的了解應該 不是像你說的這樣 所以啊 沒關係就議員你所了解 讓我了解一下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政府 我們就是說 因為人口所的這個 這個 這個貨索 還是說他就比較多 這個我們都要有一個機動 要有一個林靠 我們要把這些人的孫 還可以 營地一個重點的地方 才不會去農會人民的 費金錢 才不會去農會 這些林圓嘛 有時候有的做事啊 有的時候他 就不是說沒有打拼的 其實就沒有那些人去農會做啊 那你說的說 當然我們這個貨索的時尊就是要 這個林圓的觀光 因為現在我們要合併之後 但是這是可以當作進行的 好啊 現在我 那個還請教你啦 像說我們的這個 副公所 副公所 現在 因為我們說一直要學兵 你說 趨化法不通過嘛 對不對 現在我們 民進黨中央也已經 這個全民執政了 你說 我們要再用這個 說 立法院不通過 這時候我們也說不通過 局長 沒有 這個部門就要 拜託 行政委和立法院 比較快推動 把這個做優先法案 這個我 這個我 我最愛請教你 我最愛請教你 你像說當初時的時候 我們台南市中社區也要合併一次 局長那時候你也做這個議員啊 對不對 那時候是怎麼 中產農市長的時候 可以跟中社區合併 因為我跟議員 說明最大的差別一對 因為那時候不是立法院 官司的部分 法規則 法規則 法裡面 其實是不一樣 所以這項 我絕對要讓議員了解 所以喔 這真矛盾 所以這是法規的部分 是啊 所以這個政府的 亂七八糟的政府 所以這個政府 怎麼會有競爭力 謝謝李文正議員 請王俊潭議員發言 王俊潭議員 感謝 感謝主席 officer 邰謙 limb 區 法規則 事物 美國 認票 在那邊吃蚊子 看茶 應該沒有吧 應該沒有吧 不然大家都 所有這些人都... 因為這些民意代表 我們這些議員在問的時候都問你叫長 跟我們這些議局主管 你叫那個副長 在這裡創下 我剛才出的兩座 你有看到嗎 我兩座 剛才有兩座 打電話找到他們叫 我要找副長 怎麼不在 我說我也不知道 這時候剛才在議會 所以 我們是建議 說是不夠重道就好了 要補充上班這樣好嗎 這樣還可以 這不是我可以決定 因為這是 我們是尊叫議會 對 主席 主席 這個可以不可以 如果各位議員先進 沒有意見才可以 所以 王俊臺議員 請繼續謝謝 謝謝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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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叫人 怎麼 你要照顧人嗎 我們照顧人這樣 我們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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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這樣啦 都跟你們說就對了 都跟你們說就對了 那個 我聽你 有特別說到 行政庫約 未婚法的部分 我想要請 清楚 知道說 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 做 我們要做 把這個省國送到議會 議會通過之後 要再報到行政院設定 這樣我們的行政區域更正式完成 所以你經過你的了解 你的退股 過去也擔任這麼多 行政黨委的幕僚長 經過你的退股 這種的流程大概要多久 我們不要算頭前這個幕僚的作業 包括講聽會 包括進入到議會 這樣開始來算 這樣儲保幾位最保守也要一段半的時間 一段半嘛 是 所以幸福大 從這 按照這樣提升 感知這個在你落臨之前 應該沒辦法看到完成的時間 一個最後的時間 就是說進入 因為這個會期 如果沒有通過行政區域會不會有辦法 這樣就是這次 是會不會有的嘛 這個 不敢說百分之百 但是大概百分之九十會完成了 但是很期待啦 就是說我們也是很期待 我們局長未來跟我們行政院在開會的時間 應該沿對這個部分 特別優先來速速通過比較對啦 是 感謝就像我局長所說的 有的貨政當然是按照人口所的比例 沒錯啊 但是這個貨政三四的人 加雄 主任 客長留在這個地方 對到行政主委或行政令力來說 是相當大的浪費 特別空間的使用也很浪費 或是說影響到很多其他的法規 包括你的這個路名 要從邊 光這個中山路 中正路 可能在台南市就十幾條了吧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 拜託 局長有機會 應該要速速啦 希望這個可以來 有我們貨政的部分 其實已經進入到 經過市長的設定 現在已經辦理整個組織 變結的這個定數了 所以那些經濟會外的關係 這才拜託 拜託 我想接下來要特別 這個局長特別來 說到我們的市民卡 跟這個一卡通的這個部分 我想說市民卡跟一卡通 既然我們市政府 已經訂一卡通 要來做到我們的市民卡的一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就不用再去情論說 為什麼一定要用市民 一定要用一卡通 或是一定要用悠悠卡 就是當一間 我想只要是對市民好的 對市民方便的 應該都要去這個特別 要去用心來推動 就像我之前跟局長分享 其實我看到 我們跟這個台北小孩 有很大的數位落差 這個台北小孩 他都用悠悠卡 他去坐車 他跟他的父母 想要去用電子標準 去儲存儲值 我想南部小孩 還有很少 台南小孩很少 用到這個一卡通 或悠悠卡去儲值儲存 就算這樣 來到高雄市的 高雄也是用到一卡通 沒有錯 高雄的一卡通方便到 他們在每一個積穩 都可以照車 那個積穩的系統 就像一個自動販賣機一樣 你用你的市民卡插進去 你要照到一半 你就都可以照 照了你看去另外一個地方 你可能在這個溫習屋 交通溫習屋 這個車上 積穩上或是公車上 因為看了你要行的時候 你只要看到相關那台機器 你落下去你就能行 這人方便 另外包括保特瓶回收也是 這張一卡通 這張市民卡插進去 你如果這個保特瓶回收 要回收多少錢 它一樣是欠在這張一卡通裡面 所以我們林軍的高雄市 都已經這麼方便了 這當然不只是 我們民進局的業務 當然是推翻市民卡 最主要的機關 但是感到在未來 我們來部行政協調的部分 怎麼讓這個一卡通 可以 應該是這樣說 應該是怎麼讓市民卡 可以更加方便來作輸用 這才是真的讓我們台南市民發展 沒有我想這種的數位成像落差 離台北可能已經差二三十年 離高雄可能也差十年了 是 我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說第一行 我先回應有關輸用的部分 我想 我們先撇開 不管是優惠卡一卡通 它就是電子票證 那台北市 是怎麼現在可以人手一卡 其實這是跟他們的 這個長期的推動 交通的忙碌有關係 我想所有全世界 都因為交通 尤其是捷運開始 都是因為這樣才開始 台北市能夠到現在 能夠人手一卡 也是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包括他們捷運路線路網的建構 那已經變成他們生活市民的 生活上的一部分 我想台南市是一個開始 但是我們要開始讓市民 開始有這個生活便利的輸用 這是一種生活習慣的改變 所以這是我第一項要講到 第二項就是我當初 我們是幾月台南市市民開孫 我們就有考慮到 這個要讓我們台南市市民 可以輸用更方便 所以我們也需要國局處 來跟我們協助 他們是業務上要怎麼來配合 所以我們在這幾月的時候 我們有拜託文化局 所有的市民 包括總圖 包括區土 那我們的市民卡 只要去做過卡 它的資料就會轉換 這項卡的便當是借書證 當然可以做到先有高雄市 他們有電子的借書機 電動的借書機 那它可以去做插卡就可以使用 那更當然這個 所以其實它可以 這項卡其實我們是這個設計 因為它的本身功能 其實可以擴張到我們全市的各種業務上 那我們也在最近幾次的檢討會議上 也都已經不斷的拜託各局處 來構思一下 想看看 他們在業務上怎麼可以跟我們搭配 那我們讓這張卡 來做更大的擴充 你如果整個月後好 某個廳頭 它還可以代替 當然沒有辦法 環境變形替代身分證 但是某個廳頭 它也是可以代替身分證的功能 所以這個部分要未來 要好好來做整個月決定 另外最後 區長特別跟區長拜託 當然之前 我們去年 我特別跟區長鵝勒 我們有一個藝術替代液 這個 設造替代液 設造替代液 在做 其實做得很好 當時我們的中華沿路 區長很清楚 中華沿路都是公模 是 公模我們有來做圍理 所以某個廳頭可以做視覺上的阻隔 那個地方看起來 也比較不會有公模的感覺 我們是在過一年月以後 可能經過最近有很多風胎 所以我們有很多我們威力的部分 這個雜草已經都翻出牆面了 甚至過去可能因為不知道是設計感的關係還是怎樣 總是有一段沒有一段 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特別拜託區長 請這個相關的單位 拜託本室可以去看看 看這個地方 可以再修正得更好 或是說可以跟我們的南區 特別是接近公模的這個地方 可以整個月之後更漂亮 這特別拜託區長 好 這後續的保護部份 我請賓館所跟我們設造替代液的這個單位 一起來再來努力 因為當初就是由我們的設造替代液 來搭配去做那一些試做 然後讓它可以達到視覺效果的改善 那我們會再做後續的保護部份 好 這個再特別拜託陳仲彥 陳局長 當然局長你辛苦 我想特別要跟市長感謝 我想理善往來 會感恩的人才是好的政治人物 所以這段時間辛苦 這沾對過的國館市 特別是在我們這大大大黨裡面 為到我們台南市用心付出 不管是廟宇也好 或是其他的團體也好 特別是有為到我們出錢出力的這些相關的單位 不管在我們台南這個台灣的聯合界的地方 或是說在我們台南市的聯合界的地方 我覺得我覺得局長還是市長時間上的地方 一定要好好地代表我們台南市民 去跟人們感謝 日上往來 感恩 開始好的政治人物 感謝 謝謝 接下來請珍培牙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那個局長 最帥的陳仲彥局長 聽說我們的市長要去台北 說你未來是總統歐批市長嗎 沒有啦 沒聽過這個 記者剛才都跟我講耶 我沒聽過 我說真的嗎 我之前 總統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總統現在怎麼看劉演長 又很會說話 沒有啦 我剛才真的在記者裡面這麼講 沒有啦 謝謝 好 記者說到大家 當時我進來的時候 看到王家鎮議員 跟李維英議員 跟大家議員說 我剛好我有一個市民 他說 市民卡他辦了一個多月 為什麼要那麼久 結果我就 做FV請教大家 結果新鐵有個朋友 給我回散 你們台南市太小可笑 只要六分鐘 是這樣子嗎 那我 你聽我說 我不是白的議員 要指責說這個腳哪哪哪 我想他有的功能 推出的時候有他的功能 但是成效要到什麼程度 可能我們台南市 沒那麼多東西可以用 但是有他的功能所在 我要講的就是說 針對著這個問題的時候 還有幾個人在反應的時候 對這個問題 是不是 你跟我們辦的 我什麼卡啦 市民卡啦 什麼一卡通啦 再怎麼卡 怎麼結合 你就要 1頭 1u 哪個卡公司 一卡通公司 對這個業務 一定要 專業 而且來對我們 我們 我們讓他方便 我們讓他錢 他要對我們台南市民 對我們台南市政府 對我們副公司 有一個交代 這項我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其實其實我也覺得 你說嘛 我是針對這個速度問題 因為你是便民的卡 這我了解 對不對 而且你是說便民的 因為 因為 為了我們應於 讓他們賺錢 不管你們的交情 做什麼 台南市民 對我們市政府 是不一樣的 這項要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因為我也知道 這個部分的問題 那為什麼 總管你不必告訴我 指責你問什麼說明 我是要跟你說 提示而已 為什麼我們台南市要那麼久 難道我們 連任職所在都說 我們台南市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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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公民嗎 不可能吧 我們市長民調是第一名 這項我絕對要讓議員了解 不管是對一間來做 因為照我們現在的流程 其實是每一間的關係 我沒有在管對一間做 你們有交情沒有交情 我剛才講到 您有交情沒交情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台南市民這個反應 就要對台南市民有個交代 這個跟議員說明 我們會在明年的上半年 就完成這個改善 團隊會進行政效力 我們在明年的第一季會完成改善 第一季就是三個月 現在就可以趕快辦了 我講一個比較保守 一種東西很簡單 年齊完就可以改善 沒年齊啦 今天聽完的時候 要去問一下為什麼 因為那有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我要完成給議員了解 因為那有這麼多技術性的問題 還有一點 我再請教 宗教這個區塊是有明正體處理 你說我們的經費是怎麼變得 為什麼都在前面有後面沒有 因為每一年齁 因為我們的宗教的優勝 我要做這個機會 說明 我就是要你做這個機會 說明 還不可以讓市民說 我不是沒有能力 是因為你們有完全 我們福德 我們協助宗教團體 辦理宗教活動的費用 是固定的 第一項我要讓大家了解 就是固定的 第二項 就是說今年 坦白說相對來說 會比較少的原因是這樣 有說過年過去文化局 本來有一條五百萬 可以買來做這個 相關總共同團體的表演 藝術表演的費用 現在文化局都沒有變了 但是也並沒有增加 民進協助 民進協助 並也沒有增加 這塊一十一倍 沒有就沒有去 沒有去 你那個政府的中小 市庫 沒有啦 就是這個預算編列 就沒有編列 所以我們還是固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讓大家了解 就是說因為我們這幾年下來後 其實 總共團體 來 申請補助的 其實只有增加 團體的素量 只有增加 並沒有減少 但是壓度是一樣的 所以我要讓議員了解 第三 第三 我第三 就是說 每一年 我們台湾市 因為我們的廟屋 收白行 當然是全部都有啦 每一年其實 做酒 還是大酒 的素量都沒有什麼一樣 時間也沒有一樣 所以今年度 一頂半年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會造成這種情形 所以每一年的情形都會沒有什麼一樣 但是我一定要拜託說 是不是我們的這個總共團體 我們未來是這個配合上 大家要針對他真的有什麼 因為他們說我的廟屋 他自己賣這個 廟屋很多錢 我知道啦 感謝局長啦 為什麼陳機長 為什麼問你這個簡單的問題 這種問題其實不用問 我也要接著今天這個議題 這個問題 不要讓我覺得 給你的回答 不要讓台南市民覺得 我們有難力之分 是 對不對 因為你的正常議會的回答 這宗教的部門絕對沒有什麼 我希望可以讓人覺得 台南市政府的行政黨委 以及主管 各單位 不是為了難力之分 而來分辨難力 斥有 如果沒有 這樣就好 市民的感官就不一樣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希望說 藉著今天問你的議題 可以說 在這個裡面的時候 有一個制度化 我跟你講 你們如果有制度化 我們議員就比較好做 我們一個最大的制度 當然你說我講話 你已經說市民都有聽到 我也有聽到 來還有一點 剛才我看到 我看到我們的董事在問 問說我們的賴市長 林六的時候 在感謝外地 善款的廟宇 他們家有多少 所有的廟宇 當然 宗教團體每一間都不一樣 同一個多少 你知道嗎 有三千萬的 有三千萬的 也有三千萬的 也有三千萬的 也有一千萬的 也有八萬的 一千三千多萬喔 是 哇塞 都比我們更有錢 我們做三千萬的也不需要錢 不是 因為那都是 食方的事 好來 那 因為我這也 我要講 我每次問的議題 其實就是要你們回答 我也是希望我了解 市民也了解 大家都了解 所以 其實每一個的總管會金額都不一樣 這麼大的金額 啊 台南市呢 我們統統的聽說廟 咧 因為這個 手機實在是因為太多了 但是我 因為時間已經有一段時間 我 我都有 整個都有接出來 有錢批評嗎 有錢批評嗎 應該都是 今天三千 還是我們比比較多 沒有啦 這就不要說金額啦 我們要比外縣市多啦 沒有啦 我講到一項啦 我覺得 我們不要用金額來 沒有啦 我不要用金額 你告訴我 每一個 總共團隊 不管他的金額多少 還是說每一個人 不管他的金額多少 都是一個心意 機長 你答對的問題 來機長 我跟你講 你答對的問題 不是金額是心意 為什麼我的同事還有我的市民也在反應 為什麼我們的那個市長是我們台南市選出來的市長 他去外縣市 人家的賛款去外縣 沒有從台南市做起 其實我今天問這個議題 也是要市長 沒有 我也告訴你 我告訴你 其實 來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對不是光做的人 出力的人 我們是救災的時候 沒有啊 是針對最近的議題啦 總共也出錢出力的感謝 所以我整個環境給議員了解 我是說廟裡的賛款啦 台南市民說的 我們台南市真的每次 外縣市 說我們市長公民 我們台南市市長算出來 還說還是從外縣市做起 那就不對了 沒有啦 市長都會去感謝啦 市長 其實我告訴你 我做這個法言 法言佩優因啦 我希望說 藉著我們每次的議題 除了市府的我們的議題 其實我可以第一次感到 第二就是說我們好意 也要提醒你 你跟市長建議 要從台南市 台南市 是我們的天公廟 還是說的 補作補一邊 不要只補外縣市 這樣台南市的感覺不一樣 我想因為台南市這個廟 其實市長跟他們的關係 和爆發泡紅色都經常有去 這是重案我給你提醒 你今天下廟的時候 你看到市長 你說我 希望他從台南市開始 感謝 也不要忘了本 台南市民也在尷尬 不會啦 這方面絕對不會啦 大家都說他要去中央啊 你未來秘書店 所以台南市沒有他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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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把他拿拔 所以你現在 要對我交換一下 算我對你做人主 我幫你當設計 才好 知道嗎 這個大家做政治下 苦工作 都會適合 阿公那裡 讓你步步高升 不要記得 台南市有個阿妹姐 OK 謝謝 謝謝鄭議員 接下來請唐碧兒議員發言 感謝主席 教長 剛才我們同仁 都在關閃市民卡 是 比較想要 我們市民卡 發卡率確實是低 這是事實 我們台南市市民卡 每年四月 四月喔 開始發了後 發卡率 無情為止 降十五% 喔 到其他的 館市 比高起來 人家投降 28% 人家身長 高達四十% 而且我們台南市 只有到三十一間 的店家 來優惠 喔 但是 人家 去年 去年 人家投降 才發行的 才發行的 這個桃園 這個 這個市民卡 人家的店家 有五百七十九斤 優惠店家 優惠店家的多寡 也會影響到 客人啊 去申請議員嘛 對不對 因為 我去台南 買東西 吃東西 對不對 我都有優惠啊 我只要台灣市民卡 都有優惠啊 對不對 所以會讓他們 申請的意願 會更高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 現在十五%而已 那 我們的市民 本市建議 大家都建議 我們市政府 應該加速的 跟我們台南市 在地的店家 來參加 而且呢 要在我們市民卡的 網頁 優惠店家 部分 附註地圖 讓市民 可以 最快的速度 來了解 這間 要去的 店家 的位置 所以說 現在 學生卡 市民卡 顧民 我們也有學生卡 是 是 那我們的 學生卡 顧民是於 學生 所拿的卡 但是我們 學生卡 只有 提供 市立 各中 以上 其他 市立的各中 都 不可以申請 有卡可用 有啦 有 市立的部分 我們也有給他們 鼓勵 所以也有市立好好配合 所以有啦 對 我們選得有夠嗎 他們不知道 因為那部分 我有拜託教會 因為我們是局處協調 一開始 我們就拜託他 一定要去找這些市立好好 國立的部分 是不是 都做會來 哪裏 這樣來辦 所以這行我們 一檢討會都一起 按一開始 整個月 是 所以我說這部分 我知道 一定的 學生就一直來歡迎 他們要來參與 對 一定的 好 好 的部分 就一直沒有去 也沒有辦理 所以 其實我也鼓勵 一定的學生 繼續跟他們好好來做歡迎 是不是可以做回來 你 所以可能在這部分 學長 你可能還要跟我們這些 數量的國中 好 好 來宣導 讓他們 數量的學生 學長 知道 我們這個學生卡 你辦這個學生卡 對你有多少優惠 這樣才有誘因 因為對學生有一個很大的方便 就是說 因為很多學生 其實是沒有我們台南市的借書證 只要這張 市民卡 可以去讀書館 電腦 讓他過卡 之後他就主動轉換做借書證 所以對學生要去照照 其實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們一起鼓勵 這麼多學生都這樣做 第二項就是說 我們一般的市民 現在是我們台南市的市區公車來說 用這張卡 現在是半價優惠 市民卡是半價優惠 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向海岸路停車中 下去 其實我們去停車的停車中的輸容 其實是這樣 你還要拿一個電子晶片 你還要炸這個電子晶片炸到 最後要入境的時候 你還要用這個電子晶片去入錢 消耻之後才可以處理 我們帶著市民卡 只要這個停車下去之後 過個卡就進去了 出來的時候也不用再去處理那些東西 過個卡就出來了 對於我們的輸容是一個很方便 而且還有優惠 他們來申請的議員會更高 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台南市讀大學 他們可能在台南市 沒有在台南市 所以他們不能享有這個學生卡的優惠 我是覺得不太合理 因為很多在台南市每個大學都在台南市 在台南市上投入 還沒有在台南市 這部分我們會跟高通局再來討論看看 因為這相關的包括補貼部分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本身有向你建議 好 你去研議一下 因為我們有講完 有標示說 因為這些大學都不設在台南 所以不是在台南市民環圍來的 所以不可以發卡 局長你怎麼記得 當初就對了 我們市民卡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劃市長是發了社福卡給甘惠中神父 是 是 因為這是很特別 照例說就對了 甘惠中神父 他是美國接的 是 他是外國人 沒有辦法辦社民卡的這個主席 但是因為甘神父 他愛台灣 愛台南 因為我們台灣有很久的時間 他可以說中約 下半身就對了 都在我們台南奉獻 服務 照顧 這些六世 一群 但是呢 他在我們台南市 奉獻這麼多 服務這麼多 結果 因為發明 不能讓甘神父 擁有身份證 我們劃市長 就是甘惠中 他為我們台灣 貢獻很多 所以他比較發酷 他嘛 這樣是這樣 是 既然甘神父可以的話 那麼那些 在台南 念書的 這些辛苦的學子 清新學子 怎麼不行 和風現在 學生都用了 用社群網站 所以我們市府 也要靠這些學生的網路宣傳 來達到廣告市民卡的 這個效果 還是變成選團 可謂 一間二步 因為現在用LINE 他們的社群 所以速度有得快就對了 什麼信息 一個看 什麼樣的資訊 一看就一目了然 另外 學長 我要跟你說的是 市民卡要去區房所辦 對不對 但是一般的民眾 他上班的時間 他根本沒辦法 去辦 他就要請教 公司要請教 對不對 頭路要請教 去辦 所以本身 建議 跟教授建議說 我們可以比照 新竹市的市民卡一樣 開放線上申請 並且過號寄到家中 是 這個部門線上申請 我們一年會來開辦 我們會在明年會開辦 線上申請 所以我想說 因為現在的時代 都是科技的時代 這個很簡單 在最快的時間 可以申請 然後 最快 最短的時間 馬上就可以拿到 這個標示說 我們 我們市政府 非常重視 民政局非常重視 這樣 立民眾說 他只好線上申請就好 對不對 不用請教去辦 去申請 對不對 是 所以 我們就是公部門的服務業 我們這個公務人員 要動作 我們是公務 公務員的 另類的公務服務業 是 所以要讓民眾感受到 說 我們 他們 說 覺得不方便 他們覺得說 困難的 甚至困難的 如果是我們市政府 都被他們確認到 讓他們最快的時間 最快 最方便 可以拿到 這個市民卡 是 所以這部門 也請我們 工業局長 你去規劃一下 好 我覺得說 這個很必要 好 現在是科技的時代 電腦化的時代 不要說特別 走一段 去規劃 還要清改 所以這個很簡單 這個 現在的科技時代 科技化的時代 要做很簡單 很容易 很快速 對不對 所以本身也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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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跟陳一貞議員報告一下 那我們在陳一貞議員發言後 我們休息10分鐘 現在請陳一貞議員 謝謝主席 陳局長 我差不多把你問幾個頭 我們這個護政的人力 有的人口數很多 或者是辦案件很頻繁的 到底人力怎麼去做一個 適當的調整 目前這個進度 我們現在組織已經 這個組織已經通過市府的 這個組織調整的小組 已經通過 那也已經簽給市長核定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要進入這個階段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要進入這個階段 就等於這個程序已經進行到這邊 我們只要 最後一個階段 對 報到全序部核定之後 我們就會完成這個整個組織的變革 就會進入 就會把整個 人力做一個適當的調整 這個期程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預估 因為 我要藉著這個機會讓 這個我們議會也清楚 因為護政事務所的組織調整 比一般的機關還要複雜 是因為我們一定要報給內政部核定 因為這個牽涉到整個全國護醫政系統 因為每個護醫政系統裡面有它的機關的這個 整個系統 跟每個人各支之間的連帶關係 所以一定必須要報到內政部核定完了之後 我們這個組織才能完成 就是說我們除了全序部 正式核定我們的組織 章程之後呢 那我們還要報給內政部 核定完了之後 所以我們先來出估這些行政作業的部分 我們預計是在明年的年中 可以來完成這些作業的程序 然後正式來掛牌 那因為這個也牽涉到我們整個人力的調控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也有跟議員說明過 剛剛也跟大會說明 就是說我們現在原來的37位主任 我們現在已經控管到22位 那我們也希望是能順利 因為包括未來我們在人力上也會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搭配這些人力的管控的部分 希望可以整個順暢的完成這些組織的變革 不影響大家的權益 基本的權益我們都不會去影響到 主要是讓 所有同仁的權利 民眾在處理任何的案件上 到互正可以更快更迅速的完成服務 我們這個組織調整有幾個特色 我要跟議員說明 第一個 同仁的權益都不會受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民眾的便利性也不會影響到 要增加 便利性要增加 第二個是民眾的便利性也不會影響到 第三個這個整個組織的這個合理化 也會去兼顧 整個組織的合理化也會兼顧 所以我們有包含了這幾個 然後第四個是我們這個組織的 這個完成的調整 也都不會產生任何的衝擊 所以這個是我們整個這一次 這是局長的承諾 但是我想大家 也是這樣子 大家未來我想半年後 大家是在觀察說 我想不管其他的議員 包括這個賴議員也在說 就縮減了一定會影響 就是對於民眾在辦理一些案件 他們擔心就是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是期待說 人力的調整是原來很多案件地方 可以更快更迅速的辦完 是我也跟議員說明 因為我們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也同時在做 第一個主任的教育訓練 第二個同仁的教育訓練 因為未來這個新的機關的組織的型態 我們也希望同仁能適應跟調整 然後讓整個組織的變化 所以所有我想整個大台南所有的民眾 他的服務絕對不能打折 而且要更好 我們一定會往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想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這是大家的擔憂 包括賴議員 李議員也好 我想大家擔憂說 那如果你真的縮減了 那未來是不是對有些民眾來講 他的服務變成會打折 我想這是大家 這個我們絕對會做到 連偏鄉的服務都不會有任何的折扣 我想市區人口多 那他需要服務好 那我想整個台南都一樣 不管在哪裡 我想民眾都應該有受到 一樣好的服務 而且組織變革是要讓服務更好 我想這是最基本的 那我想局長 我們也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些活動中心 他現在都是變成是關懷據點 那變成關懷據點之後 他會面臨一個公餐的問題 那公餐的問題 活動中心到底可不可以在那邊 這個要看當時這個建築物本身 在建築物的類別上面 他在設計原來有沒有 那我們有些沒有的 我們也會做後續的建築物空間的改善 讓他符合可以做這樣的處理 那因為一定要去兼顧到安全的問題 當然啦 安全最重要 但是也要我想很多活動中心 其實當然他設立的時候不可能考慮 公餐的部分 其實在技術上也未必一定要在 這個活動中心一定要去做烹飪的動作 因為有一些烹飪的部分 因為公餐的部分的方法有很多種 包括從這個中央廚房送來 那其實主要 其實我覺得在活動中心裡面 那我們做公餐的服務給社區的老人家 可以一起來用餐 有一個很重要的精神是 大家做烹飪吃飯 而且大家動手一起整理 對 讓他們可以去做烹飪在那裡頂檔 做烹飪在那裡來參務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這項 所以譬如說我們是白河的地方 白河因為十多人這麼多 我們有困難的例子 我們都在這頂檔 我們也用攝造替代液去跟他們做結合 第一個我們幫他們做空間的改造 但是他們也不是在那裡煮飯 他們是由中央廚房來供應 所以這個蒸林的這些食材 其實有一個可以大家做會開工 做會吃飯 做會叮噹 做會娛樂 頂頂的風險 我想這樣也是一個方針 所以未必人需要每一個活動中心 或是每一個地方有需要去租借 沒有必要 必然是這樣 但是你應該要有一個方向 到底活動中心是 如果地方有意願他就可以轉型 我們會看社會局那邊 可以讓他協助公餐還是怎麼樣 應該要有一個具體的方向 那如果說就是不適合公餐 我們也是具體讓他知道 我們就變成是用其他地方 採中央廚房的方式 我想這個目標方向要確立 那當然他們如果大家 市場在做在吃 議員的選區裡面有一些理 也有想要這樣子做 我也是跟他們建議 其實可以採中央廚房供應的方式 這樣子也解決說 他們一定要去設 因為這個有一個 因為有時候是他們 因為中央廚房每天都會供應嘛 對 但是就是說有些志工朋友 然後或者是這些職人 他們就覺得這樣 大家有一個公家也不錯 當然有這樣是一種 各有各個好處 也要看那個社區的能量 主不主以供應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是不是按照每一個社區 他的型態 你們要去做一個評估 然後到底是不是適合 如果適合的是不是協助他去解決 這些相關法令的問題 但如果覺得這個地方就是不適合 那也明確的讓地方知道 然後看後續怎麼處理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那個局長我們現在這個 新南里活動中心 臨時活動中心 之前設在哪裡你會記住嗎 新南里活動中心 臨時活動中心 圖書館的那個停車場 那局長你知道他最近圖書館要 要預熱堂 要做一個整修 然後我們辛辛苦苦 我們一起努力 然後在這邊弄了一個 可以讓李明這個生活 這個可以登堂 活動一個環境 要被收回去 現在就變成 里長非常的 很焦慮 看看他們 這邊現在也是一個關懷據點 到底這些志工啊 這些是大人啊 這些祖國要怎麼處理 那個文化局這邊 有說他會來尋找這個適當的空間 那我們會再跟文化局那邊來 因為他會來協助胡島 我想要 畢竟是我們的部份 當然他現在也是一個關懷據點 也是一個里的活動中心 所以這個部份要請局長 他說如果行政區域劃分法 在這個會期再立法案通過的話 那可能 可能來得及 對 那如果這個會期再立法案通過 是絕對來得及嗎 我說這個會期 如果通過 才有可能來得及 而不是這個會期通過 絕對來得及 OK 那這個部分 因為不管是里或區域 其實大家都很關心 基層也一直在問 不過因為零理的部分 零理的部分 就無關行政區域發文法 那零理的部分 我們已經開始在陸續做一些規劃 那配合未來的 整個行政區域的部分 再去做調整 所以你們 那你們這初步規劃有沒有 有沒有讓地方知道 或徵詢各方的意見 沒有 我們現在是資料收集 先做一些幕僚作業 所以還沒有 這個因為也要 不要造成地方不必要的困擾 所以這一點 我們會考慮 之前我都在議會裡面 有回答過 我們綜合各項的因素 然後一起來做處理 是 好 謝謝局長 這個部分就大家很關心 可能要儘快有一個方向跟配套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由民政委員會蔡育之議員 首先業務質詢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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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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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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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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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